上帝拯救人类的计划 上帝拯救人类的计划 并不是事后才突然想到的补救办法 圣经说耶稣在创世以前 是预先被上帝知道的 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 在这里就清楚地说明 慈爱的上帝对堕落人类的考虑 但是你的敬拜 和对上帝主事的回应 是否在事后才想到的呢 为了回应这位最大的施语者所树立的榜样 使徒保罗告戒哥林多的信徒说 要计划他们的奉献 每逢七日的第一日 各人要照自己的进行抽出来留着 有计划这样给予是对接受者的尊重 思想一下 当你收到慈离的生日祝福 竟然是来自一位你认为跟你关系最密切 你很重要的人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 是不是很尴尬 有时候他会在看到你在社交媒体上 发表感谢他人祝福的帖子的时候 才发出这个词来的祝福 又怎会得到人重视呢 我们会这样做是因为 我们想向某人表明他们的重要性和特殊性 我们通常会在日历上做标记 甚至添加提醒 让我们不要错过表明的机会 最好的爱的表达既是自发的 亦是有计划的 当我们向上帝表达爱和感谢的时候 我们是哪一种类型的给予者呢 我们是否只是依赖冲动和感觉的提示呢 我们是否要等执事在旁边站定 才打开银包在里面左抄右抄呢 还是说归还十一和定期有系统的奉献 是有赖于在月底的银行帐单上 先看看有没有高于预期的余额的时候 才想起呢 我们有没有尊重那位 并非在时候才想起我们的救主呢 当我们用十一和承诺奉献 就是定期和有系统奉献来敬拜上帝的时候 让我们表明我们的上帝是在第一位的 愿我们将自己的欲望放在后面 将上帝放在第一位